近日时尚八杀明星慈善夜15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 这场众星云集的夜晚 堪称是本年度娱乐圈最热闹的一场大戏 当天张若云 唐一新 仅不然妮妮两对情侣首次公开同框 张一新陆寒现场互动 时代姐妹花同框 欢乐送舞美合唱歌曲 而吴森和张绍涵同框更是上了热搜 当晚最精彩的莫过于明星大合影环节 被网友评论堪比后宫大戏 一开始苏萌说要拍合照时 张绍涵还在边上 之后他静止走到了中间 和刘嘉玲含笑了起来 之后就直接站在了刘嘉玲旁边 挨着李冰冰和范冰冰等人 随后姚晨走过来 李冰冰顺意姚晨站在自己的左边 而张绍涵握着李冰冰的手 姚晨只能尴尬地站在了双冰的中间 这时的张绍涵已经是妥妥的正C位了 有网友质疑张绍涵是在故意抢C位 苏萌曾在中间一直喊 绍涵快蹲下 但他一直直挺挺地站着 对此张绍涵随后做出回应表示 有时间做公益 其余的少啰嗦 再看张子怡 合照拍着拍着就把衣服垮下了一半 还插腰熬起了造型 花勒嗦五美更是各站各的全程零交流 这场盛宴引起了女星兼塑料花友谊 张绍涵站位 道场却为捐款等整夜 让发起人苏萌在微博连发了六个对不起 表示希望网友能善良地去看待世界 八分宝综合整理